长期以来我也注意到岛内的很多企业 都在做刚才邱伟雄讲的投机行为 他们几面压住 在岛内既压国民党也压民进党 既压南运也压绿营政治势力 甚至在两岸也在刚才讲的包括齐美 包括长榮 因为他们从事了大量的业务 从两岸交流活动中赚了大量的 成为他们业务收入的主要部分 甚至有时候有些事情 所以他们也在大陆也做一些下注一样的道理 但是我一直有个观点 企业家你可以投机 你可以下注 但是千万要在宪法规范的范围里去下注 什么意思呢 统根独这是不能下注的 统根独你只能选一边 你怎么可以在分裂跟反分裂之间下注呢 怎么可以跟在统一跟台独方面下注呢 对不对 你选择下注台独 那就是分裂这个国家是国家的敌人 我之前讲过 至少也算汉奸之流等 对不对 都是应该要被镇压的 被打压的 台独是我们打击的对象 支持台独的那些台独金主也是我们打击的对象 台独是你最终是要清楚 还要清楚的 是吧 所以我一直警告那些提醒那些企业家 你可以在蓝绿之间下注 可以在国民党跟民党之间下注 但是千万不要在统独之间下注 别在两岸之间下注 是吧 你如果是在两岸之间下注 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你不要以为你今天在两岸之间下注 将来就可以逃脱被我们的反分裂国家之内的法律法规追责的那一天 我们那个反分裂国家法规最近到十四阶段22条 对不对 已经很明确的 你包括你支持台独 在这个支持台独的 那么也特别是那些在两岸 透过两岸交流合作赚钱 在大陆赚钱来支持台独的 这些台独金主将来也是我们打击的对象 也是我们打击的对象 所以我再次在这里提醒那些导致那些企业 不要以商人的习惯 在这个特别是在政党政治的竞争中 在两党在两个双方都在下注 但是在统都历史上千万别切切下注 你只能做唯一的选择 你要么就是搞台独分裂 你支持台独分裂 要么就是支持统一 从事国家统一 其他在中间没有任何欺强的机会 没有任何欺强的机会 所以大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他希望台湾民族包括这些企业 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只是过去以来 中国大陆没有以实际行动 没有在政策层面体现 让岛内社会 岛内民族 岛内企业 知道体能到 到底哪边才是历史正确的一边 他现在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 就是通过政策来体现 通过政策来体现 包括刚才讲到的22条等等 他都是在要让岛内民众 岛内企业都体能到 让他们切切实实体能到 哪一边才是历史正确的一边 所以刚才前面邱一兄也提到 我们一直也在强调 关键是要把这个政策 做下去 只要你实施下去 让那些支持台独 从事台独的岛内的企业和民众 确确实体认到 他们因为他们的支持台独 从事台独的行为 付出代价 付出得不赏实的代价 然后呢 同时呢 也让岛内那些认同九二共识的台湾同胞 这个抽象的政治概念 跟台湾民众台湾企业 具象的福祉 紧密地挂起勾来 紧密地挂起勾来 如果说紧密地挂起勾来 那么具体而言 大陆的政策 它就必须采取差别化待遇政策 采取差别化待遇政策 认同九二共识的是同胞 那么这些民众这些企业 就可以透过交流合作 两个交流合作 这个赚得飘满钵满满 反之 不认同九二共识的 搞台独的 支持台独的这些导入民众企业 那是我前面讲的 国家的敌人 最多算汉奸之牛等 那么 大陆的政策 就要让他们付出得不赏实的代价 那么在这样子一种 差别化待遇政策的执行下面 也就意味着导入的企业 导入的民众 就无法在两岸之间下注 只能在统一跟分流方面 选择一边 是吧 我相信他们都很现实的 在差别化待遇政策的执行下面 那么他们就知道 到底该选择哪一边 有助于他们自己的这个福祉 所以我一直主张 就是从大陆这个角度来讲 我是一直在呼吁 大陆要尽快的 大开大火的 实施差别化待遇政策 据是否认同两岸同俗一个国家 这么一种差别化待遇政策 我相信到那个时候 台湾社会 包括台湾民众台湾企业 就再也无法在两岸之间下注 也就是无法在统一跟分裂之间下注 去骑墙 去投机了 是 是 是 感谢观看